华裔女子在加拿大停车遇种族歧视 白人女车主滚回你们中国去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26日报道 一名加拿大白人妇女在停车场纠纷中 对一名华裔女子进行种族主义言论攻击和粗言辱骂 她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刑事指控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 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李士满的卡拉欧沃尔德曼卡尔 Wildman承认 她是白人退休人员 她在周五下午对华人女性A名 做大罕种族歧视言论并进行了仇外辱骂 受害者Zo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 她带着她的母亲和三岁的女儿去商场的一个办公室看医生 回来时发现有人把车停在指定的位置上 正在碰她的保险杠 停车运线的车主正是白人女性瓦尔德曼 她一上来就怒气冲冲质问苏的停车状况